大家好,我們是三昌平朝 我是阿昌 今天不平朝,今天來開箱 上一次幫大家介紹一個29吋的行李箱 今天呢,其實是同一天 接下來是下集,我們準備來開一個26吋的行李箱 一樣我們也是為了要去荷蘭跟冰島 所以又入手了一個26吋的行李箱 這個是在Costco買的 對,我們在Costco買,它裡面打開還有附一張的 我們直接在網路上買的 Costco的網站買的 然後還有附了一個這個 基本上在好市多買行李箱 它會有百分之百零公險的買意保證 對,那這個行李箱呢,它的保固 皇冠行李箱 它的保固呢,是就有終身保修啦 網路上其實有看過它的粉絲頁 有很多人分享它就是花500塊嘛 然後可以幫你做 比如說輪塊或什麼之類的 可以幫你做維修 那它一樣有防塵套 送過來的時候一樣有防塵套 好喔 26吋黃泡 這看起來質感還不錯 它上面是有顆粒的這種 感覺比較堅固啦 你不要這麼 相對這個跟剛剛 這個差很多 我們上一集有那個 29吋它有沒有包鋼骨的就有差 對,那它一樣是有通過 國家標準檢驗合格的行李箱 那皇冠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這個品牌 就是美冠嘛 美冠評鑑 那它的品牌其實也是蠻大的 然後這款行李箱大概在 三千到四千左右的價位 有16個 那這款有什麼特別的主題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試轉一下它輪子 也是很... 它也是飛機輪 它這個主力相對稍微 你可以拿來兩個 比較一下它轉起來的這個感覺 這個先講完 最後再來比較 嗯 它是用日本HinoMoto的輪子這樣 等一下再特寫給大家看 好 讓它旁邊這邊 就是讓你在放側邊的時候 可以 有一個緩衝這樣 這邊呢一樣是有那個海關鎖 海關鎖 直接往上脫它就躺開了 對,海關鎖用意就是讓 海關如果要檢查的時候不需要破壞你的 不需要破壞你的拉鍊 然後一樣可以把它打開檢查 我覺得現在這種海關鎖 它用這種扣的方式 這個拉鍊做平的 其實我覺得它不錯 對,海關鎖它這個 它這個做的幾乎是跟行李箱的平面差不多 會不會敲到 對,就是減少你在重擊的時候 會有一個異物這樣 對,比較容易彈開這樣子 雖然都是做比較平面的 還有什麼呢? 那海關鎖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看上集啦 好,上一球還關鎖的故事 那我們就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26吋 這個相對就比較軟 這個拉鍊就是防爆拉鍊 喔,這是防爆拉鍊 對,防爆拉鍊就是有兩層 所以你直接用顏色筆敲開來的時候是 沒辦法直接用顏色筆這樣戳破的 那... 你要試嗎? 我很不要 它是不是有標榜這是防爆拉鍊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它拉鍊是有兩層的 等一下再特寫給大家看 好 所以這是防爆拉鍊 那我們剛剛上集有講到防爆拉鍊呢 它的用意只是延緩就是偷切的 因為戳破偷走東西的時間 對,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拉鍊 拉鍊固定 拉鍊固定 你就沒辦法再這樣來和拉 然後好像恢復遠 不會神不知鬼不覺的把東西拿走 然後你也看不出來這樣子 重點就是 不要在行李箱裡面放貴重的東西 請大家注意這一點 因為反正不管只要它是 任何行李箱都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做破壞性的把東西拿走這樣子 就算你是鋁合金或是鋁框式的 它們一樣可以把鋁敲開 所以這個就沒有像上一咖還有兩個 它這咖就沒有了 它這邊就一樣 就是用布的方式 那你鬆開的時候 就這樣子 然後你就拉緊之後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你的東西的 就是厚度然後調整這樣 這種的方式就是不會有彈性疲乏的問題 以前舊的行李箱它都是那種束帶式的 那兩三年之後 它的那個束帶就會鬆掉 就沒辦法使用 這個就不會有彈性疲乏的問題了 好 那打開來 它裡面 有附的這個 送一個防水袋給你用 對啊 就是一個夾鏈袋 這邊 這邊 它這邊就沒有這個 固定的這個 打叉叉的這個問題 這種拉鍊的好處就是東西 比較不會掉來掉去 不會說整個打開來之後 東西這樣掉來掉去 那沒有網狀的 網織的 你可以多一個夾層讓你使用 那這邊也有一個這樣 再來 就看裡面細節輪子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這樣吧 內裝然後現在看輪子是不是 對看輪子裝 一樣是從這邊開嘛對不對 對 對也是要把維修拉鍊來看一下輪子的構造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輪子 這邊 這裡面有寫 喔 你家這間人喔 嗯 這裡有寫 是 HINOMOTO的 HINOMOTO 上面要有一個這個蓋板 那它就變成是上下 下面這邊 你看外箱這裡 輪子 這裡呢 這邊跟這裡是 上下有兩 等於是說上下各有兩片東西 然後把它鎖在一起 可以看到嗎 對 那它 這個 這個蓋板呢 越大 就是越好它的 當然它的那個面積比較大 你受到撞擊的時候 然後這邊 耐衝擊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種輪子 這種設計 都是比較 是比較好的 不會說喔 很撞一撞之後 輪子就從這邊 收到重量 就撞開來 因為它有兩片東西夾著 所以 相對都是比較 好一點的 所以選擇輪子的時候 這個 這個很重要啊 那還有呢 選輪子還有一個 一個重點 一般來說如果 這裡 這裡做的比較 輪子的本身是 比較往裡面內縮的話 它受到撞擊的時候 就是說你不會外凸太多 你就可以 降低它撞到 撞擊入地 或是什麼異物的機會 嘿嘿 對 它也可以降低它那個 因為你凸出來很多的話 你去卡到東西的機會 就比較多嘛 對啊 那你凸出來一點點 那你卡到東西的機會 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大家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這個有內凹就對了 這個算是有內凹 內凹啦 因為有些外面都沒有內凹 等於是 整個 這一根 是在外面 切在外面 所以輪子可能就會 跑出來外面這麼多 對 那現在有內凹就變成這麼多 有 剛剛有提到說 我知道防爆拉鍵差在哪裡 他說兩層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因為 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外側 這邊是內側 一般你如果一層拉鍵的話 你只會有外側這一單排這樣子 然後現在兩層就是 這邊外面有一層拉鍵 裡面有一層拉鍵 所以這樣拉起來的時候 就是內外兩層都有 都有拉鍵扣 那你看這個 這就是單層 單層就只有一層這樣子 拉鍵這個結構而已 所以 防爆拉鍵其實它也不是 防爆背心之類的概念 就是不會破 其實它是加強它的這個 結構的穩定性 讓這些 心懷不軌的人 那麼容易達成它的目標這樣子 當然就是因為它是雙層拉鍵嘛 所以你看它拉起來的時候 相對就沒那麼滑順 沒有這麼好 沒這麼好拉 你要稍微就是 某一些角度 像彎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就 就卡卡了 就會卡卡了 不是它壞掉是因為它是 它是雙層拉鍵 你可以感覺到它就是 不是那麼好拉 像這裡 你看 這樣 就沒有那麼爽 主名比較大 你要稍微 你要稍微 稍微給它 拉一下 這邊要提一下 它才會那個 為什麼要選這個 26吋的這個行李箱 黃冠的呢 第一個 為什麼要再選擇一個 26吋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旅行天數 沒有這麼長 那 基本上我們只要一個 26吋的行李箱就夠了 那 相對它 它也比較輕盈啦 如果你只是短天數的話 你不需要拿到 29吋的行李箱 所以我那時候 我選擇另外一個 這個行李箱是選26吋的這個原因 再來就是為什麼要選黃冠 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要分散風險嘛 你不知道 一個牌子裡面到底好不好 所以也要測試另外一個牌子 所以 我那時候就是選了另外一個 這個 黃冠的 就不是 並沒有同樣買Novita 那它還有它在 Costco買的價格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剛好有時候就是在 Costco買的這個行李箱這樣 那其他當然它還有 終身保修嘛 嗯 如果你可能有一些什麼 零件戶外損啊 都可以 它可以直接再取件這樣子 然後 公本費就是500塊 然後可能另外加上 要這個運費啦 我是看很多網路上 他們的處理速度或什麼 客服人員都還滿 滿好的 然後效服品質還不錯 效率也滿高的 可能比如說換個輪子 兩個禮拜內就回來這樣 這個我收到了以後 我是沒有看到它有 它就沒有像Novita有保固卡 然後我有上網 直接問它的 你今天禮拜天嗎 然後我有問它的粉絲頁 用那個 Messenger去問它 那它就回我說 這個基本上只要他們的產品 他們都會 像有 終身保修的 那個保固 在它官網上 它上面的那個條文 都會 都是可以適用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雖然沒有搞保固卡 他們就是認 認他們家的東西 基本上都OK的 最後輪子 你要比較一下 好 那既然上一集 我們介紹一個29吋 今天26吋 那我們這兩個要做一下比較 這個 你看你這樣轉 它可以轉好幾圈 就很滑溜 對這個很滑溜 這個而且這還29吋 可是你看這個 這個阻尼係數明顯就比較高一點 當然阻尼係數高 並不代表不好 它可能是在操控性上來講 會比較穩定 對 那可能不會說 可能容易這樣偏掉 你可能用一用去往旁邊跑 但相對它在這邊 你要推行的時候 如果你的路面是比較 阻力比較大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比較多的力氣 去推這樣子 你看這樣推它就會 可是如果是這一咖 就比較順 對 它就不會是這樣 這樣 感覺有貨差 其實這個 有卡卡的 會覺得比較卡 單手的話 可是如果你看是這一咖 它比較 就會比較穩 而且現在是空箱 現在是空箱 裡面沒有中 所以其實 各有好壞 沒有缺點 那剛剛有講到的這個 這是鋼骨 這裡面有包鋼骨的 有沒有就是壓起來 這就很軟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壓不下去 對如果你有單手 用你手掌壓 這個 可以看得出來就有落差 這個高度基本上都這樣 這高度差不多啦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符合你手 這個高度 好 這兩個基本上都有標榜防刮啦 那接下來就是實際測試 就等我們 這趟旅程回來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囉 我們經過這一次 荷蘭跟冰島的旅行 如果下次 我需要再買一個 26吋 我會想要買一個26吋 然後是這個型號 對 所以它推起來就是 比較好推 真的很好推 這個時候就是 比較重一點 對啊 我覺得在旅行的時候 你總是要推好推啦 對啊 那你不好推你要行動 你要移動就很麻煩 那我們在冰島的時候 嗯 雪地裡面其實 不管怎樣 兩個它都不是很好推 都還是有一些好 因為雪地的凹凸不平實在太大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這種平地啊 在推的時候 你在走路在推 這個就是省力很多 超省力 你就會比較輕鬆 因為我是女生 可是我卻選擇要推 大咖的 因為真的好推很多 重量當然 這兩個重量其實是一樣的 嗯 對啊 這個黑色的 我推起來真的要施力 要很用力的去 往前進 可是 綠色這個 其實我根本就 就是只是順著而已 順著力量而已 大家如果 對於我們今天 介紹這個 行李箱 有什麼樣的 沒有講到什麼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詢問 那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 按讚留言分享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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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